這場這個辯論其實算草歸草 可是還蠻精彩的啦 不斷地吸引這個大家的目光 你怎麼看這個辯論 總是感覺上誰比較佔上風 那你怎麼看這一場這個辯論 誰曝露出來的缺點最多 其實在辯論會之前 雙方都有動作 川普是這個聽說公佈了一個影片 就是這個拜登很恍神的這個影片 那另外拜登的部分 當然就是先公佈自己的 繳稅的這些單據 你川普也要公佈 因為之前不是傳說 這個川普什麼十年沒有繳稅 那這兩件事情 你覺得誰的殺傷力比較大 是有沒有繳稅這個事情 殺傷力比較大 還是這個有沒有謊神 這個殺傷力比較大 你怎麼看 其實說句兩句話 那個謊神當然有人說 後來是有點那個組合 但是我覺得在美國來說 那個沒有繳稅是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會坐牢的你知道 而且他那個 他那時候經營房地產的時候 他還撥了750萬 給他的女兒做顧問費 可是他這女兒是在他的公司上班 那個就有逃稅的避稅的問題 所以他現在為什麼那麼緊張 一直那個然後被 你知道拜登其實在辯論之前 人家問他說 你會不會攻擊他的稅務問題 他說不會 但是為什麼會吵成一團 川普其實是很驕傲的人 他一開頭他就很想把拜登壓下去 就壓制下去 因為他是總統 然後又你知道身家是一個億萬這樣子 然後拜登就是我講的 礦工的兒子 叫窮小子出生 在華府搞了四十幾年 每天要坐Long Island火車回家 有一天他下班 你知道在國會山莊 因為開會開得比較晚 趕不上最後一班車 你知道嗎 整個鐵路站把車子hold住 等他到然後才開車 然後他到全部大家拍手 他是個窮小子出生 所以川普一開始就想把他壓下去 說你就是末段班的 你就是個笨蛋這樣子 一開始就想把他壓下去 可是拜登 你知道他今天的表現 坦白說啦 因為我們覺得他會輸得一團糟 可是他今天表現比我們想像中好一點 那好一點的原因 那是因為之前把他想的太差 因為他實在是平常表現像個呆子 撒蛋這樣子 而且常常這個髒了嘴巴撒蛋 不知道人家在講什麼 他也不知道他要怎麼回答 可是他今天算是 大概稿子還背得蠻熟的 所以他今天算是表現不錯 但是今天就是川普 我覺得他有點急 他想很快把他壓下去 把他一棒子就打翻掉 所以他看起來有一點急 那個主持人現在在美國 被罵得最多的是那個主持人 大家都在罵他說你幹什麼東西 你根本就不是一個稱職的主持人 好衰喔 對 他真的很衰 他是那個福士公... 福克斯的主持人 他不敢得罪川普 所以他一直說 拜託拜託 兩個姊姊們 你不要在吵 所以美國現在整個美國 就在講這個主持人 是最撈腫的 一個問題就是說 而且兩個罵到最後粗話都出來 你知道人家說... 所以CNN說實在是史上 然後人家說從來沒有一次總統辯論 至少還假裝保持一個風度 但是你知道一報辯論完了以後 CNN就做了一個立即的民調 可是你從那些主持人的臉上的笑容 可以看出來 在他們認為這一次是拜託戰的上風 他就說川普雖然是很那樣子很囂張 然後想把他壓下去 結果沒有壓下去 可能我上次有講過 還記不記得 因為黎克森那個水門案件 美國人就覺得這個人太厲害 太陰險了 然後所以卡特才會當選 因為卡特一個花生農夫 也就跟拜登一樣撒哩呱唧的那樣子 他就被選出來 因為美國人會覺得說 與其要一個那麼厲害的人 還不如選一個忠厚老師 那拜登今天占到便宜就是這樣 所以人家就... 那個CNN做的民調就有問說 你覺得他們兩個誰講的話比較誠實可靠 拜登領先川普 而且領先還蠻多的 然後你覺得誰表現得好 拜登也領先川普你知道嗎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認為誰當總統更合適 拜登竟然比川普多 所以我就覺得這種 這種東西不是那麼可靠 你知道一下子的反應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好 辯論完了你們要投誰 32%的要投拜登 11%的要投川普 40幾%的說我都不要投這兩個爛爛 好 那然後呢 因為現在變成華優 華盛頓郵報也支持拜登 科學人雜誌也支持拜登 CNN也支持拜登 可是傅比士說 就像上次經濟學人說 辯論不會決定勝負 那個傅比士雜誌就說 你這些主流媒體在背書 並不見得會幫他打勝選 就像當初希拉蕾也是所有媒體都支持他 結果贏的是川普 所以你說第一場這樣子完了以後 還不知道還有兩場 那你知道嗎 在辯論前兩天 聽說眾議院議長 那個裴洛西還跟拜登說 拜託你不要去辯論 因為你第一個你口吃 那什麼叫做口吃是不是 然後頭腦又笨 又反應不過來 我上次不好意思講他礦工兒子 真的川普為什麼看不起他 他說你根本書就沒有讀好 你是末段班 其實川普自己也很不會練書嘛 但是他真的聰明 可是他認為拜登是個笨蛋 那所以他就從頭到尾就看不起拜登 那今天這個結果 我想川普還是有他的一套來 因為說句良心話 那個最後的投票是怎麼樣不知道 川普的花樣還是很多 比如說那個通訊投票 兩個今天有提到 那個拜登不是說 因為上百萬的人染疫 所以只有通訊投票 川普一口條件 通訊條票就是作假 所以一定要弄到大法官那邊 去解釋最高法院 所以那個東西還有得看 這個只是他們說花編新聞而已 所以大家看看消化就好了 不要當一回事 那的確我們把它切割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辯論會本身 第二個是選舉的這個大格局 我們切割成這兩個層次 這辯論會我相信 因為這個今天早上九點 這個臺灣很多媒體也都直接抓 美國的這個影像來做直播 所以有非常多臺灣人都有看 而且這大概是有史以來 臺灣人最看得懂的一場辯論會 因為川普的用詞比較簡單 拜登的講話語速很慢 甚至比一般的考音聽還要慢 所以意外的很多人都能夠 融入這場辯論會 而且他融入難度不高 因為大家不斷的打圈圈 然後用的詞彙都是反覆一直在繞的 就是有一個老師拼命維持秩序 就是有一個幼稚園老師拼命安撫 兩個很老的小孩 那原則上來講 當然要講說辯論會還是脫口秀 我覺得其實美國的辯論會原本 就是以這樣子的形式為主 臺灣人看了這種我們總統大選辯論會 反而比較行李如頤 像是一種學校競賽式 美國就是自由開放 那當然主持人有強調 你們自己已經先約好 要給人講兩分鐘 結果你從頭插話插到尾 就連兩分鐘都不給 這其實是川普的戰術 因為其實川普的戰術很簡單 現在沒有在選政策 很多人說這個辯論會在選政策 沒有 川普現在一心一意 就是要證實拜登是老人痴呆 所以他會說你有沒有吃藥 你敢不敢驗尿 從頭到尾他打這個 他原本他打他兒子在中國發展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脈絡 那現在他發現差不多 已經沒有什麼民調的效果 所以他現在全力去打老人痴呆 為什麼呢 因為中間選民會擔心 這一邊總統是瘋子 另外一個是老人痴呆 糟糕 這個國家該怎麼辦 就至少川普要讓自己心智上的失分 不會那麼多 就對於中間選民來講 因為沒有政策可以選了 他至少證明我腦袋比拜登清楚多了 怎麼樣去形述拜登 看起來像是呆呆的 思考比較容易斷線 所以就是牽涉到川普 為什麼要插嘴 但在希拉蕊的那一場 其實還沒有插得那麼兇 畢竟希拉蕊也是律師出身的 伶牙俐齒的 可能兵來降囊 水來入園 一句嗆到你回不去 可是這一次呢 真的拜登他 包括先天有口急的問題 加上他最近也有一些當機的問題 所以川普就是等他講一句話 還沒有講到最後面的主持 或授詞出來的時候 他就想辦法插 打斷他 他的用意很簡單 就是我現在插 你會注意聽我講什麼 你可能就會一時當機 在鏡頭前看起來就像獅子 就是你頓了一下 川普就是要營造這個感覺 當然拜登的戰術很明顯 他就是說我要去打你稅的問題 打你對其實國家沒有去進 你引進英雄的問題 拜登鎖定的方向大概是這樣 這算他力保不失 那第一波 這個辯論會後 第一波電視臺做了一些即時民調 因為他們可以按電視的 即時民調 看起來是拜登有利 不過那是CNN這種拜登台 民主台 民主黨台做出來的 原來來說這一波的民調 大概要明後天以後 才會慢慢陸陸續續做出來 不過我要強調 就大格局來看 現在整體 如果你講全國的民調 已經不太會動 最近是有出來一份川普追到剩兩趴 可是重點大家都是看 現在都是看搖擺州 那搖擺州 就我剛剛看到第一波出來 可能在川普想要搶下的賓 搖擺州其實沒有那麼樣的好 沒有那樣好 但是在一些像他想要設定的佛羅里達 北卡 感覺是有拿下來 但還不夠 我要強調不夠 所以川普他現在想要去 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在一些比較偏農業的 這一些搖擺州 可能慢慢都可以確定拿得下來 慢慢恢復共和黨基本盤 他最後面就要去進攻五大虎 還有賓州這種比較靠東岸的 這一些感覺起來智商比較高的 那接下來我認為他應該會持續去強化 就是真的大家不要再想說美國應該是世界老牌 民主國家會講政策 沒有我覺得依到川普的個性 他最後面應該都在講老人吃胎 依他推特發的頻率 這一方面他都是想要去洗這一點 看看他能不能在五大虎區 還有在賓州拉回他想要的部分 那如果能夠拉的回來的話 他說不定有機會最後一波 我必須要提醒你 美國人現在不管你是哪一黨 他們其實都在想 回想二零一六 二零一六選前一天的民調 美國可以做到最後 選前一天的民調做出來的估票 西拉蕊都還贏八十到一百票左右 對 可是選出來是完全翻過來 就是因為川普在一些搖擺州 多噴了三到五趴 那所謂民調上可能有誤差 心情不爽投出來的 那這是拜登就之前提到的這個通信投票 拜登想要靠現在就已經寄出去的 這些通信投票 在那一天嘗試做這個最後的翻盤 有時候通信毛他會陸陸續續到 那當然大家現在看是川普到時候會不會任戰 所以才會有他們在吵了這個大法官的問題 要提大法官問題 我把這個脈絡大概釐清一下 但是大家就是美國制度是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川普本人真的是不按牌理出牌 所以大家不要認為說接下來打的層次 會越打越高 不會 應該就是在這樣子的水準 繞進去之後 還有他們兩個互相嘴炮的場合 就看他們在第二場 會不會產生一些新的戰術的應變